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恐怕还回不来呢 我记得我上一次出国的时候 已经是国中去澳洲游学了啦 讲到澳洲让我想到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 是什么报道啊 就是澳洲航空创下了最长直飞的记录耶 他们日前创下了19个小时又16分钟 飞了16200公里 从美国飞到澳洲雪梨 而且过程中还罕见的看到了两次日出呢 可是这样子飞19个小时 乘客不会受不了吗 只不过这架飞机上是空荡荡的呢 只载了50个人 因为它主要试飞的原因是要搜集数据 以便让后面的乘客拥有更好的体验 那我们就透过今天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罕见 rare 罕见 rare It is rare to find a pearl in an oyster 在牡蛎中找到珍珠是罕见的 在牡蛎中找到珍珠是罕见的 第二个单字是 数据 data 数据 data google will collect data of every user to improve internet serving experience google会对每一个使用者收集数据 以提升使用体验 google will collect data of every user to improve internet serving experience google会对每一个使用者收集数据 以提升使用体验 最后一个单字是 体验 experience 体验 experience sally dreams of having a dating experience sally梦想着有约会经验 sally dreams of having a dating experience sally dreams of having a dating experience sally梦想着有约会经验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下次大家再跟我们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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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